请互相用一句话评价对方的自媒体账号风格 清澈的余车 该怎么说 那你就是余轩的清澈 好 大家可以议会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感觉需要思考一下 这就是说出对方的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 谁先说 还是小杨先说 要不到有优点 完美 对 完美 没有缺点 三个优点 完美 对 可以 三个有缺点的 没有缺点 没有缺点 行 我要离开这里 优点 也是需要思考 思考 不会是没有优点的这类型吗 好 就是 聪明 帅 还有一个 性格好 好 很中彩 很满意吧 非常满意 终于在节目上说实话了 没有人选其实 就是 我其实跟雅琪挺想合作一次的 因为其实我想了一下我在节目里还是唯一一个没有跟她合作过的 你之前说过 好像在团阶的时候都说过 再选一个 再选一个 然后再选一个 没有的吧 你不是两个人吗 完全没有 我没有想到小王会选我 对 第四 肖阳到底有没有发过 你王好快 肖阳到底有没有发过景语同可见的朋友圈 我印象就是没有的 对 全是谣传 都是谣言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的这么真诚的分享 那看完第一期 你们会最喜欢哪个实习生 最想和谁做朋友呢 我看了下来 我其实如果是做朋友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跟Grady 就是沉重于这种类型的实习生做朋友 因为你跟他相处起来会很舒服 对 他倾向很高 对 寄予了非常高的评纪 寄予了非常高的评纪 那我应该是可儿 因为我觉得他笑起来超级好看 我特别喜欢跟那种笑起来眼睛是弯弯的人做朋友 就是那个这样的表情 很喜欢跟长得很像这个表情的人做朋友 不是这个歪头杀 这个歪头杀 绝了 上次监狱就说他很像爱豆 说了N变 就是觉得这个张 踢管成功的实习生 很像小爱豆 你说那个张同学吗 对张同学 就刚刚歪头杀 他04年 有年龄焦虑了现在 到大可不必 我觉得好像没有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没有搞错过 就是别人的身份 但是有叫错过别人的名字 别人在节目里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是给肖阳拍一张照片 还是给凯哥拍一张照片 然后发给了肖阳 不 其实这我已经不只发生过一次了 对还有第二次 过了三次 对 好有三次 但是我感觉有很尴尬吗 也没有 也没有 对 你不刚刚不是我刚刚是吗 没有是我刚刚 不好意思我错了 不是 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慢慢就觉得 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对 大家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场搭档是谁 你们分享一下 我跟颜宇的CP名叫童颜无忌 童颜无忌 童颜无忌 说你们最后一个课题是吧 确实做得非常好 主要是他做得好 走路真的很好笑 就之前不是有个词条是那个 鲁玉小走路姿势 就是感觉都是很可爱的走路姿势 我刚刚说想选第一个案件 因为我会比较好奇 在香港法下是怎么去定义这个 冒充公职员的整个行为的 我也是想做第一个案件 因为我觉得 它可以发挥的空间比较多 大家有没有在职场当中 遇到了大魔王的经历 自己是怎么应对这种情况的那种 我实习的时候跟严宇合作最后一个课题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们实习生中 就算大魔王的角色 而且我觉得大魔王 他真的是六边形的战士 不光是专业能力很强 就是心态 然后临时一面能力 这些能力也都非常强 就是可以全方位地学习 这是你对大魔王的定义 这方面呢 这方面他还是做到的 他有一些案例支持的 救命 好 已经第几个人说了 这是祖床的家训了 什么 什么罗老师 可儿 张琪强 此位没有发疯 大家的关注点果然都各不相同 好离谱 就是当你一旦注意到之后 我现在看每个人都要看一遍他的发疯 是的 我也是 书期间的话 我会 那段时间我会比较迷信 我会相信日行日上 我做一件好事情之后 肯定会有福报 所以我考试之前 我会变得格外地好 那你会做什么好事情 获得福报 各种各样的好事情 比如说集社会朋友的微信消息 这就是好事情 就类似于这种事情 就是 你做了一件好事情之后 你就会相信这能量 是会传递到你自己身上的 对 说到这个我发现 咱们上一期的 真的有人是J人吗 我是J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 一些赶飞机的专门故事了 我昨天要来长沙 又赶上飞机 因为我以为是在T2航站楼 然后其实是在T3航站楼 但我没有想到 首都机场的T2和T3 打车要打20分钟 才能到 当时爸也都问你是3点下班 你晚上回去 是几点 3点下班 然后7点多的飞机 我就回家 就是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把我的狗送去寄养 然后就耽误了我很多时机 这个行为确实挺J的 不是北京特别堵 昨天特别特别堵 然后还没完呢 没完 进去大兴机场 然后我就准备去大兴机场 赶晚上10点半的飞机 但是我发现 从首都机场到大兴机场 要开两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 我说 那我不如回家 赶第二天早上7点的飞机 但是呢 我就昨天晚上玩到了2点钟 才睡觉 然后我不得不在4点钟的时候 出发去机场 于是我就睡过 睡到了5点50才正眼 我7点正的飞机 对 然后就是在登机的前一分钟赶到了 我听到时候我都不相信 就是人类怎么去做火箭去的吗 太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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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离谱了